高盛报告称将澳大利亚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预估时间 从2019年第四季延后到2020年第三季 因为澳大利亚经济展望越来越不确定 他们也预测2019年上半年有可能降息 澳联储上半年降息的可能性为35% 加息的几率为5% 高盛将澳大利亚2019年GDP增长的预估中值 下调25个基点至2.7% 2020年则下修15个基点至2.8%